提到了非洲的布吉纳法所 在这个国家非常的贫穷 为了帮助这个落后的邦交国 医学院的学生戴玉玲 就到布吉纳法所进行了卫教工作 虽然是水土不服 但是他坚持完成梦想 今天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就带您来认识这一位客家的热血青年 在高雄小港医院实习的戴玉玲 学习很认真 他的梦想就是希望发挥所长 当一位国际志工 那痛的状况是怎样 这位出身新竹客庄的热血青年 虽然还是医学院的学生 但是民国99年 他就一个人到非洲的布吉纳法所 进行卫教工作 获得客委会竹梦计划的支柱 让他在45度C的天空下 展开爱与医疗之旅 我会梦一些法文的童书 给小朋友 从台湾募集童书 牙刷还有牙膏 戴玉玲带来爱 也在当地教小朋友 如何保护自己的牙齿 这是小朋友第一次拿到牙刷 他们很害羞 也很感激 因为感谢戴玉玲 从两万公里远的地方 带来的关怀 因为当地的人 他普遍都是用树枝树叶 去做牙齿的清洁 也会看到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都有蛀牙了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牙龄 有发炎的问题 为了让台湾更了解布吉纳法所 戴玉玲在当地人的协助之下 访问了51位的小朋友 期间长途跋涉 得要开一个小时 才能到一个小朋友的家中 满地冥密 路程颠簸 但每一段访问都很有收获 这支影片将当地第一手的观察 带回台湾 希望台湾能够持续帮助当地的孩童 遇到水土不服 一个半月瘦了五公斤 每天晚上得要打上四十几只的蚊子 才能入睡 不过戴玉玲并不怕苦 那高低菜可能就这么小一朵 对 我每天的蔬菜量也是很不足 吃不下 有一次甚至还拉肚子狂拉狂血 我回来之后 我觉得我自己 我知道我生活其实不需要这么多东西 生命是可以很简单的 到过了非洲 也跟医疗团处了印度包扎一诊 未来 他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这四十五都C的天空下 拥抱生命与关怀 千里外的关怀在四十五都C的天空下开展 孩子纯真的笑容 抵向了长途跋涉后的疲惫 待遇得利用客家热血 灌溉荒地里的感动时刻